Hello 大家好 我是龚腾 好久不见 本期视频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最近在忙些什么 为什么没有更新 还有接下来打算更新些什么 咱们一个一个慢慢来聊 第一部分 备婚 熟悉我的老朋友可能还记得我是在去年5月订婚 那么经过商量征求双方父母的同意 我和女朋友的婚期就定在今年的5月上旬 所以从去年我就已经陆续开始筹备婚礼 选择合适的酒店 摄影 摄像 婚庆 然后提前预约 其实关于备婚过程 我和女朋友有很多经验体会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等婚礼办完 我们可以做一期更详细的分享 说起备婚 这里还有一个叠价环节 婚礼可以简单 也可以隆重 大家会有不同的喜好 双方家庭会有不同的风俗习惯 我有些朋友对于婚礼没有特别多的要求 所以基本都可以交给父母安排 自己到时候去完成仪式就可以 当然也有些朋友对于婚礼比较重视 所以就会花费很多心思去筹备 我和女朋友都比较偏向于后者 所以今年正式开始筹备婚礼细节后 我们就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去做 目前已经完成的事情按照时间顺序 依次是挑选婚纱跟装 沟通婚礼现场布置 设计logo 准备邀请 亲朋好友 婚纱跟装现场布置都是常规项目 具体的经验需要等婚礼完成才能完整分享 这期视频可以和大家聊聊logo和邀请的部分 我和女朋友是大学同学 相识10年 相恋7年 曾经都是校广播台成员 我虽然是学临床的 但是最后选择从事自媒体 其实和广播台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因为大学时负责过宣传工作 所以我对于喷会 海报 logo等都比较感兴趣 于是婚礼筹备期间 我就想到为我们两个人设计一个专属logo 不仅可以用于婚礼 还可以用于未来的各种场景 然后我们俩就挑选设计师 最后设计出这样的logo 主体是个话筒 代表广播台的共同经历 代表喜欢播音朗诵的女朋友 代表如今从事自媒体的自己 话筒发出声音 我们同频共振 灵魂香气 话筒的下半部分包含字母JLY 前后是姓氏首字母L自然就是love 话筒开关的部分有10条横线 代表相识10年 第三条横线的点代表相恋的起点 10条横线组成阶梯走向婚姻之门 开关周围的白色空缺 以及话筒的上半部分 分别是两个字母D 也就是女朋友的名字 最后整体来看 我们两个人的名字组成的手柄 支撑着星球状的话筒 星环与D交互之间形成一个爱心 寓意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美好 那么含义大概就是这些 我们两个人都挺喜欢 设计过程简单来说 首先向设计师提供话筒加字母的设计方向 然后不断沟通细节 直到彻底满意 设计完logo后 我和女朋友就可以用到各种地方 比如红包 邀请函 定制可乐等 这些东西再加上喜糖 就会成为一个邀请函小礼包 因为很希望如今天南海北的 至爱亲朋如果有时间都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所以我们最近有设计两种邀请函 一个是相对比较正式的亚克力材质加红色信封 一个是内含种子比较可爱的邀请函 种子邀请函上的话来自这位博主 我们已经私信联系 希望能收到博主的回复 非常非常感谢 我和女朋友很喜欢这幅画 画里的内容像是朋友们开车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见证我们的爱情 开花结果 既其和女朋友为邀请函整理的一段文字 又其和种子邀请函的形式 另外这段文字的灵感来源是这个帖子 这些邀请函都是最近刚刚设计完 这里先跟B站的朋友们分享一下 宫腾的不务正业 同时也是想解释一下更新慢的原因 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 其实关于仪式感这个事吧 有人很喜欢 有人没感觉 有人会觉得麻烦 这些都很正常 我和女朋友都觉得 关于仪式感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 不要让仪式感成为负担 我也见过一些朋友 因为筹备婚礼产生矛盾 有句话说 婚礼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情 也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因为婚礼本身需要协调的因素就很多 所以我和女朋友就提前商量好原则 互相理解彼此让步 分工明确 共同努力 这样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更加顺利 这一点点小体会 分享给大家 第二部分 更新计划 因为接下来还有很多 被婚需要做的事 因为我的视频都是一个人做 时间和精力都有限 所以我决定 三四五月优先填坑 把那些点赞目标已经达成 我还没有填的坑 慢慢填上 大侦探第八季 第六案的稿件 最近其实断断续续 已经差不多写完 很快就能够更新 我其实非常想讲解近期的很多新剧 比如他是谁 我也知道做的话 效果一定不错 回想的原著 我之前也专门看过 但是内心反复挣扎后 我还是觉得谨慎开心坑 毕竟挖坑就必须要做好 我怕自己没时间 当然三四五月我会保持更新 只是频率不会很高 暂时不会开心坑 面对非常多合适的剧集 却没时间做 我前几天也是抓耳挠腮 但是怎么说呢 生活不止工作 这几年频繁熬夜 作息不规律 搞得身体状态一直也不太好 借着婚礼需要减肥的机会 我也希望能把身体调调 等五月份结完婚 搬完家 六月开始 我一定全力工作 完全恢复更新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理解和祝福 第三部分 求婚 去年订婚的时候 我跟女朋友说 订婚主要是两个家庭参与 我会再给你准备一个 朋友们参与的求婚 但是因为疫情 原本的电影院求婚计划 始终没机会实施 忙忙碌碌 直到今年三月 我们俩打算回母校 复科一版毕业照 体现从校服到婚纱的感情经历 这时候我决定 瞒着女朋友回母校求婚 确定方向以后 我先想办法联系 比我小很多届的学弟 借到需要的钥匙 再联系还在母校附近 读研读博和工作的朋友 提前在房间等着 然后定制戒指 灵感来源 就是我们相识的 广播台的标志 它承载着珍贵的青春记忆 上周末 我们出发回到母校 虽然过程有些凌乱 虽然遇到一些意外 但是推开门 能看到袍门 能在母校完成求婚 我们已经非常开心 那以上 就是我最近做的一些事 耽误更新 实在抱歉 再次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日常项的分享 龚腾就不定期的 在小号发布一些 不会影响正常更新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顺手点个关注 最后 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 契合的另一半 我是龚腾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